真正的布施 假使你在布施的时候 不祈求什么 这样才是真正的布施 真实的布施要义 是在布施于人的时候 不求任何回报 假使一个人 祈求什么回报 那这种行为 就不是给予 而是交易了 祂也不可以期望 因为祂支持的人们 而想控制他们 祂最好不要希望他人感激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健忘的 他们并不必然会感激你 佛教修的布施功德 是不期待任何物质回报的 布施的目的 是要压制那个阻碍精神进步的贪毒 贪着我们自己的财产 是人各种受苦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能力范围之内 想一想同胞 伸出援手 是人的责任 那些稍为欢愉的人 应该想到 其他需要他们同情帮助的人 并施展他们的慷慨 给任何值得帮助的情况 这种帮助会解决有 和没有之间的冲突的大问题 布施善行的功德 是每一个宗教所高度赞颂的 布施是佛陀多生多劫以前 为成佛道所收的第一个圆满的功德 是属于波罗蜜 要想指以布施 消除有和没有之间的差异 是一件可能的事 这种缺陷 永久全流起世间 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法 去使世间平等 差异仍然是会存在的 今天 假定我们能够毫无偏差 毫无歧视地 分配一个国家的资源 给每一个人民 我们第二天就会发现 又有一些人贫困 有一些人富有 这是世间因缘法的本质 是 有些人贫图 有些人贫图